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午夜讲场学人串社科 我是阮永咸 今天非常罕有地我们有整个panel的女士 在这个节目里除了文学之外 基本上都是没有试过的 文学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试过 当然是一些女性方面的议题 介绍一下一些嘉宾 首先我们有香港著名的女性运动 女性主义的代表者 就是何诗盈教授 欢迎你来 然后另外两位都挺熟悉的 首先是Karen Karen就是我们真的好科学那边的主持 另外还有Sonia Sonia就是我们文学那边的主持 刚好今天我们四个都在HKU 来自四个学院 我们有理学院、社会科学院、外商学院 Sonia是文学院的 不过就过了档去中大这个性别研究课程 也是一个文学院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都挺interdisciplinary 用一些女性的角度去讲一些女性的议题 虽然你说说女性主义 就不一定要女性讲的 因为其实香港有一个性别研究很厉害的 有几个学者其实都是男性 但是今天刚好就是这样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谁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Sonia是女性主义者 是的 你觉得这个身份 即女性主义者的意思是她支持些什么 即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是的 女性主义者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想 坊间有误解到 女性主义者其实支持女性抬头 但是在他们的理解之中 女性抬头的意思 就是踩在男人的头上 我记得一个很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就说过 我要求的 并不是女性可以把脚踩在男性的头上 女性主义要求的 只是男人将她们的脚 由我们的头上移开 所以我自认为 我自称为 或者是我 也都欢迎大家称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意思 就是我支持人的平等 而那个平等 就不是说大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或者在一个平面上面 就是起跑也好 或者是 例如大家要看一个难之外的东西 大家不是站在一个平面上面 那个就叫平等 我觉得是因着大家不同的能力 去提供他適切的协助 而令到他可以做到同一件事 那那个就叫平等 我自己作为女性主义者 我就是关心不同性别 性倾向 不同能力 甚至是这些男性 受这个负权压迫之下的一些 遇到的困难 所以我 其实你说我 我相信我是女性主义者 但其实我相信的是平等 嗯 那你认识呢 你 是的 我呢 如果你在我面前问 你是否 我就会说是的 但我绝对不会像Sonia 我举手 我是 我是从来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我觉得 这样有点漂亮 为什么漂亮 你快点说一下 因为现在是流行多元的身份 多元的表达的 那我不觉得这个女性主义的身份 是凌价所有的身份 我觉得 在这个 就是今时今日 这个2019年的7月 8月的香港呢 我觉得香港人的身份 是很重要的 那其他的身份 我不会需要去 这样举手 但是我自己其实是很受女性主义影响 在我的情怀 我的心情 我的思想 我的学术 其实是非常之受到女性主义影响 我想差不多好像等于我受基督教影响 那样 不过我不会说我是基督徒 即等于我也不会走出来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但如果你是这样逼我 那我就会承认给你看 其实我心里面是受到什么思想 我会承认栽培和影响 就是 有些事情不用说 做就行了 除了鸯之外 除了鸯之外 是 为什麽 就是因为Vera说的那样东西 因为你说得多而不做 那就不止鸯 虚偽 是 虚偽 是 是 幸好你救了我 哈哈哈 所以我就不想自己成为那个数字的人 是啊 我就是想我自己可能相对的适应就是 因为我不停自己说 因为我记得我是 就是 我也不是一生出来就是女性主义者 也都生出来不是说 就是对于那个自由 或者平等的理念 其实 可能一路大家受的教育 就是女性主义者和三文主义者受的教育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停地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受计同一套教育 例如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受的教育是一样的 都是同一套主流的教育 我自己心里面就是 例如当我自己告诉别人 或者当别人认为我是女性主义者 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提醒 就是 我是有某一套的行事准则 我是 要尽量摆脱某一些 可能我自己本身都不认同 但我内化了一些行为的模式 或者思维 而再提醒我应该是更加 可能抱持一个平等的态度 或者抱持一个更加宽容的态度 就是你需要这个label 来帮你 是的 就是当别人说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不要推阿婆落海 听到label 我就立刻可以回答一下 我从来都很不喜欢有这些标签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女权 还是女性主义者 我从来都没有认过 你说你从来都没有认过 就是你觉得是 因为我从来都不是 我都没有认过 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肯定 还是否定 因为好像Sony所说 你从来是抱着自由 平等博爱 人为人 搞什么 当然我们会看到表征 就是有很多时候 很多场合会看到女性 是有些disadvantage 那就出声 几多不合会 就是这样 明白 你很努力 我不是 你直接说不是 我就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的框架 我自己不是最适合去处理人的自由 或者平等的问题 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女性主义里面是有包含到这东西 但我觉得她的emphasis 或者她的名字读出来 她的emphasis 就被人的感觉是窄了 对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 自由主义就是 你每一个人 你什么性别 什么种族 你什么背景都好 是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做的事 而不受到社会的惩罚 不受到coercion 这个社会是最舒服最开心 那就不一定是女性 我知道女性主义里面是有包含 其实男人都可以做住家男人的 可以照儿子的 可以不用做事 给女人都不会被人笑 就是她们有这个范畴 但我觉得她们 因为你说这个女性主义运动这个名字出来 你就会将性别变成一个战争 就是我们撇除transsexual 或者那些多元的gender 那你一半是男一半是女人 你讲完出来 那你有一半的人 他首先就会觉得 就是起了个缸 就觉得你针对他 你的运动要成功 那你首先一半的人就不喜欢 那你的运动本身就在这里 你改这个名字 只是这个问题 但是自由主义 或者其他的主义 而她没有去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在现在这个制度之下 所受的压迫和不公平 那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女性主义 这种想法和这个类型的 虽然我想和Karen一样 我真的不是那么喜欢 想撇除 是因为觉得她都有她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了这个思想体系 其实我们是将一半的人口 她所经历的所有的不公平 我们都是当看不到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差的事 就是你表面上是说我们不想战争 但是事实上 你就是没有站在那些受压迫的人的旁边 是要抗争 对了 你就没有了抗争的力量 我明白 就是一个perspective 那她会说我们有种族的perspective 我们有性别的perspective 我们有生命的perspective 我们有生命的perspective 但是我就不会特别 take 这一个perspective 我想另外一个 都是有一个挺有趣的历史的一个缘起 就是其实就是女性主义 就是说其中一个女性主义宣渠 Rosencraft 其实她就是对 是不是死了 那个 是不是John Locke 不知道哪位 就是一个自由平等主义的一个 就是对于啟蒙时期的 大家提倡 就是人的平等自由的时候 其实Rosencraft就看到很有趣就是说 就是她大家就是说 就是人是要平等 人是要自由 但是她就发现了里面其中一个盲点就是 那样东西是不包含女性的 发觉原来她那时候讲一个 自由参与公共空间 自由参与政治 或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的那个主体 就是由于当时那个体系 或者到现在那个体系 都是其实是将女性 或者是一些可能身体有残障的人 或者甚至一些种族的 就是种族和不是白人 或者不是华裔人士的一些人士 是排除在外 所以她后来也是啟发了这个女性主义的思想 所以其实也是有 就是填补了反而可能 就是当时自由主义的某一些流动 其实是很有缺失 因为当时有些自由主义 就是什么支持奴隶制 还有有些人都会讨论 你自由 你给一些人自由这样去转 社会本身的construction 就会令到某些人已经受到压迫了 这样有些人就会 所以我也是明白这个是一个需要 或者是我明白女性主义出现 是因为有些人是systematically 是 长时期好像某些种族 就是历史原因受到压迫 所以就算你现在给她有她的自由 她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没有这个背景 你经过我们这样的讨论 你会不会以后不要再说我反对自由主义 不是女性主义 我没有反对 我从来也没有反对 她没有反对 她没有反对 这个不是我讨论的东西 你只不过是不想那些人特别去说 我觉得人们说都可以 因为你需要人们说 不过说的不是我 但我很希望你也会加入去说 希望你任何一个女性 在她成长的经历里面 经历了我们的制度、教育、政治 你没理由没有受过这些 你受过这些痛苦 我没有 她是那些 她都受不少 你是科学家 你在这个社会得到什么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 我受压迫的时候 我明白你 我会用这个角度 我觉得女性主义一个问题 就是她所有的东西都用这个角度 有些人就说 她问这件事关于什么女性 你为什么赖 总之男人就是坏的女性 这个就受压迫 他们就会觉得这样 凡是男人都赖 所以那些并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 这个要不停地重生 我们一会儿会一一更正这些谋误 在第2、3、4节的时候 是啊 好啊 那不如大家 不如说一下 大家各自那些事情 怎样看性别 我觉得这一个 即是自己 即是现在工作的那个 范畴 或者是大家 自己 读书的时候的范畴 会不会有什么 令到你对于性别 其实是一种特别的看法 或者Fira 我觉得科学家 我认为科学家会最 最适合答你的问题 为什么你这么想 因为你有教一个课 叫做 如果你的性别不重要 你为什么要教一个 女性科学的课 我又不会教什么 社交科学 或者 女性科学 其实没有这些事情 这个是命令 就是要不要搞这一科 不过真的 我们都看到 是有个现象的 例如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几十年 读书 男女都平等的 那个机会均等的 但是我们看到市面上 例如理学院 其实男同事一定多 过女同事很多的 就算是港大学也好 其他大学也好 其实真的是 几个百分比的人口 如果你再看 在一个管理层的 女性的话 就会更加少 可以这么看的 但是为什么呢 明明大家读书的 机会均等的 但是为什么去到 一些重要的位置的时候 还是 始终都是女性 是少数的 其实也是一个 挺有趣的 可以谈多一点的 非常好 Karen 你帮我们下一节 拖了个头 我们要讲一下 女性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的遭遇 究竟为什么有一些位置 会特别少女性 究竟受到什么制着 这些其实大家 是女性都会知道的 不过不知道 大家可不可以 就是把她抽丝魔教的说出来 下一节回来我们谈 回到第二次竟的 港场学人串社科 我们今天讲自由女 刚才就讲到 我们是否可以用女性角度 去看很多现实的现象 会不会这个角度 可能是忽略了 刚才Karen就讲到 她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不想叫女科学家 因为有些沙文主义者 说你们经常 在女性前面 已经是拿了好处 所以我就会叫你科学家 OK 你刚才就继续讲到 究竟你在理学院 比较少女性 或者管理性 比较少女性 这个可不可以 继续给更多不同的看法 是的 刚才也讲到 我说香港的设计 男性和女性 都应该当是均等 如果你说去到 读科学的时候 都有个现象 例如 那些什么 爆镜啊 就是生物科那些 看上去就是 女性多一点的 但是你说 数学啊 物理啊 真是男性 九成就在班房里面 那其实这些 你说本身 人出世 就是男童女 原来那个脑部够做 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 他 女性真的会可能 看东西仔一点 所以呢 读生物啊 生物化学那些 又会好些 接着男性的脑 就计数好些的 所以呢 物理系那边 工程啊 就会是 就是很少见到女性 就算见到女性 你都会觉得那些 很man的tom boy 那样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些有女性 读这个科目 他才有能力上到去做研究 然后再可以教书 再上去的嘛 所以如果你从 社会科学的角度呢 我们是不只是停留在 究竟是天生 还是环境 影响到一个人的兴趣 反而我们会说 究竟在这个大学的制度 除了学校 去到高等教育 其实这个制度有些什么问题 令到女性永远都只 可以做某些层面的 就是你永远去不了 是有领导位置的 特别是科学家 校长很多 是吗 是 校长这么多都是 读engine 读medicine 读科学的 但是为什么女性的科学家 又得不到校长的提携呢 首先就少了 那数量 那你计可能性也少一点 因为比如说 在香港大学来说 10个教授 8个是男人 18.8%是女人 你说正教授 正教授 就是professor level 在10个里面 只有18.8% 直到全世界 其实不只是香港大学 其实8间大学 和全世界都差不多是这个数 但是如果是associate professor 呢 就有四成 就有四成了 就是四和六了 那如果再低级一些呢 assistant professor 那就六和四了 不是不是 三 二十三和四十 其实数差不多 都是这样 你越低级的女性就多 但是女性是永远上不了 你看到11个校长 11间校长 清一色男人 就是等多10年20年 是不会再改变的 是不会再改变的 一个历史的 你那一代是小女生读大学 所以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小女生在这个位置 女性很多读social sciences 绝对不是因为女性 女性入学是很多 还要读得比这些男生 一向都是 但是Peter Mathewson 上次 就是上一届的校长 都说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怎样 要等多久 70年之后 才会稍微平等 因为我们根本 就没有做一些对的事情 去令到这个男女平等的 情况改善 特别是女性 怎样可以上位 就是 就有得你做 那个什么 he for she 那个icon 是谁 Emma Watson Emma Watson 都说 书就有得你读 但是如果你想作为一个Leader 在大学 在一个高等教育 你是不用想 那是不是我们要设计一些quotas 我有少少的疑问 这个疑问 我也在其他集图提出过 就是我们写一个数 有多少男多少女 这个representation的问题 但是会不会是 就是naturally 大家就是这么多数 是不是一定要一半一半 还是要naturally 女生在擦男生在衣服 那你怎样知道naturally 所谓是什么 我们女性主义 就question natural 是的 我们绝对不会觉得 那些东西是自然的 是这样的 当八家大学是这样 当全世界都是这样 是一个pattern 如果社会科学家 甚至科学家都会 一定 这个pattern是要解释的 解释不会生出来是这样 那肯定不一定是一个 或者是99 就是好像投票 我当拔掉你的factor 可以都不是5 是的 我们不是说5 但不会是19 是的 还有5 为什么永远都不变 就是永远都没有进步 其他factor有改变的时候 其实多久没有进步过 不是应该进步了 是没有很慢很慢很慢地向前 所以就要等70年 才会去到所谓的有一个5050 容许我再加多些科学的资讯 就是说如果你说科学研究 或者读书 那男同女这二三十年 男女真是均等 我当是均等 入大学女生多一点 是的 读书一点 其实真的 我又用一个例如 诺贝尔化学得奖的例子 因为我们想讲一个长一点的时间 其实都已经有一堆数据 例如我们看 从1901年开始 数到现在 今年2019年 其实我们只是看化学奖 其实有几多个女性 很厉害的科学家 已经拿了奖 第一个就是居礼夫人 刚才提过 居礼夫人拿了两个 一个物理一个化学 都是1901那些时期 第二个就是居礼夫人的女儿 两个 之后 其实到今年为止 只有五个女性 但是这一百多十年 百多人拿过的 诺贝尔奖 只有一只手套 为什么呢 近年明明都很多 很结出的女性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个女性主义的思想 去解释这件事 有几派的想法 有些人就会说 因为女性要生孩子 要结婚 要照顾老人家 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 没有去直上 那个career 就会影响了 但是我就真的很不喜欢 这些想法 这个是自然的 这个是真 这个是真 很cliché 很cliché 但是为什么cliché 因为大家接受了 不是大家接受 因为他们如果拿了这些答案之后 他们就搞什么呢 breastfeeding room 就是搞child care 没错 这些是要做的 但是其实真正的 他们不会走进去那个 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 就是我们subject ourselves to what assessment criteria 就是我们的评估制度 整个都是有问题的 甚至是我们的工作 那个环境 或者工作模式的设计 其实本身都是有问题的 没错 或者是傾側于某一种 例如 你记不记得上 就是早前有一个BBC的访问 就是有个专家在一个房子 正在直播 然后突然间 他的孩子就爆了进来 然后他老婆又爆了进来 然后就拔走那些孩子 然后我们就突然间发觉 原来 我们心目中一个 专业人士的那个形象 是不包括小朋友 而那个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去了哪里呢 那些小朋友 就是有一个女性 或者是有一个照顾者 是有一个人被安排 做照顾者的角色 去帮他处理了那样东西 所以他那个专业生活里面 就不需要出现一个家庭的一个 就是不需要出现家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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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这些讨论的 但是每一次呢 有些 有些 香港大学有些 有些老师 有些老师 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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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在家庭上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讨论呢 我都是觉得很厉害 就是说来说去 都是觉得 因为你要照顾孩子 那你照顾孩子 你就输了 你就做不到上不了去 男人呢 就不用搞这些东西了 我说两句给你听 你知不知道呢 听新评论呢 女人生孩子呢 可以多一年 那些男人觉得 他生了两个儿子 所以就听到 因为他加了两年 每一个儿子 他觉得是个女人 穿梭了 对了 比个clock 是可以转起 不是 但是你要看回数字 那个数字 就是女性得到tenure的数字 依然是很低 比男人低很多 所以他这个 只不过被他发洩下 我想说 其实 有没有想过 我们好像你说 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 令到女性 是得不到一个 适当的帮助 另一样就是 哪一个来assess我们 因为高级的人全部是男人 那那些男人怎么assess你 哇 穿成这样 等等 我们不要说 是不是男人assess我们 我们看回制度 我们的assessment 我也听不到制度 那个问题 冷冰冰 我们是看出了多少文的 是 或者你会不会 在国际上 有很多活跃的活动 去conference 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 拖住了 跟着前四口六 那你又要 真是要照顾 你那份paper都写慢了 不是 Karen 我不要这样 我为什么不喜欢这种 这样的说法 因为你结果 又是回去 因为你生孩子 但是真的 不是因为我们生孩子 不是因为我们结婚 不是因为我们要照顾奶奶 那么简单 不止 是有更加多的障碍 而这些障碍 是因为你穿成这样 OK 或者她怎么看我 说话用这样的态度 或者Vira 她照发型不会穿成这样的 你平时她见到你 已经知道你是一个自由 我没有被人照过 她已经知道你是一个自由女 她已经不喜欢你了 即是说 有很多种的女性形象 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之下 她是会 systematically 这样disadvantage 的 你一定要跟着 她们的某一种要求 不止是在我们的出产那里 因为你要做些事 好像很科学才行 你社会科学 你越似科学 你就越刑了 但你社会科学 你似文学 你就死得了 我记得Karen 你有说过 就算是同一个网上的course 如果你是填教授 那个人 那个名字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同一个男性的名字 其实她已经 我们刚才回到制度 或者是你那个 哪个制定 Karen 说得很对 我们不是针对那些assessor 是一个男性 只不过 assessor 那班 特别是男性的assessor 她内化了 某一种对于男性 和女性的一些看法 例如 可能所以 就去到Karen 你之前 告诉我们 那个科学研究 就是说 原来填了一个女性的名字 是一个online的course 你看不到她的样子 她只是出一些powerpoint 给你的时候 她都会对那个 教授的人 是有某一种的讨论 就是可能 如果你是女性 她就会说你 就会 可能你 比较严厉的时候 她就会说你很bossy 例如 可能你 关心她的时候 可能她就会说你很旁 甚至可能 是 她会开始 就是平头犯触 去说你的声音 有什么问题 就是可能你一个 比较高的声线 就会说你 可能不够客观 不够科学 如果是比较低沉的声线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 比较有权威成 所以我们的 所以这个评估制度 其实不是看我们的output 不是看我们真正的成就 是看我们的态度 是看我们能不能够达到 这个社会大众 认为一个女性应该做的标准 那么这个 这样的评估制度 很有问题的 还不要再说 我选择的题目 譬如我们做性别的 根本就已经是被边缘了 根本就觉得你是无聊到 无论你在世界多知名 你的老板也是觉得你无聊到 听了很多不同的投诉 和一些怨气 就说到女性这个身份 可能 我都不可以很肯定地说 无时无刻都一定受压迫 但是 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除了家庭崗位之外 原来 都有很多不同的眼光 去看女性 都知道有机会 去一些disadvantage的位置 我觉得那个讨论 是可以再深化一点 再讲多一点 我们下一节回来 可能就 讲多一点实例 我们讲自由女 刚才我听到何诗盈 或者其他人都会说 制度就是歧视她 但我听来听去都听不到制度歧视她的位置 就是说因为我是女人 她就歧视我 然后就会说 因为一些男人 access我 所以她一定会歧视我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三民主义者的反驳 就是你 你经常说人家针对你的性别 哪里针对你的性别 制度是客观的 数你几多偏文 全部都是一些很客观的东西 反而你说回生子 我要臭子 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说法 反而你说 总之这个制度如何就是针对女人穿衣服 针对女人穿衣服 其实没有人表面上这样去针对你 你怎样可以做到这个claim 说制度这样对你不公平 表面上很多东西都是客观的 表面上就是说 我就是数你几篇文 算你的词文 是表面上 实际上呢 你选择了做些什么题目 用什么方法做 如果你用那个方法 是一个质量的方法 不是科技的方法 你已经 Qualitative 也可以是科技的 Qualitative 就要你做到很科技的 那你就就是杀了你 可能有三千个例子 或者用科技的这个字 本身在你们的角度看是负权 没错 因为科技的这个字 它包含的就是一种科技的 procedure 那些 procedure 在我们研究人类的行为 心理社会行为 例如 什么是暴力 什么是自杀 我们不应该只用那些数字的方法 或者是很像科学的讨论的方法 其实我们是要研究人类的行为 在不同的环境 有什么前因后果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讲暴力呢 或者我们这样讲 什么是自杀呢 那大家就会说 我们那些科学知识 才是知识 什么是知识呢 所谓的客观 是不是真的客观呢 其实你做科学都很清楚知道 数字不是可以一样manipulate吗 那为什么我们做的研究 我们用我们某一些 可能创新一些的方式 或者是人民科学的方式 社会科学 没有那么科学 比较人民的方法 这些全部呢 都会大家认为是没有了道 那我就所以觉得 它不是客观 就是你表面上是计划 但是你what counts as merit what counts as knowledge 全部都是没有经过 大家可以有机会去一个参与 去讨论 然后那些死 什么好生硬 好冰冷 死的criteria 就是这样下来 那如果不用科学化 或者有系统性的研究去讨论 比如说psychology也好 psychology也好 那我听读题是什么呢 对了 要有系统的方式 但是因为你们的科学方式 是很狹窄 你们对科学的了解 是太过狹窄 因为你整个faculty 我不会反对他说的 整个faculty 不是整个faculty 那么简单 是整个大学 是整个知识系统 你整个知识系统 只是觉得科学 医学这些才是知识 实用 是的 你们只是认为 就算没有实用 那些只要它是科学 你就觉得它是厉害的知识 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 我们市民的声音 女性的声音 或者是边缘群体 产生出来 我们是透过听她的声音 而做出来的知识 你们根本就不当是知识 这个会不会明一点 明一点 好 我想我可以举一个 或者再 further 解释 其实我们做社会科学 或者做文学科 当然我们不是说 打着 就说科学我就不喜欢你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刚才适应的解释 其实背后 他们想解释 那个知识系统 其实也是受到 父权思想的影响 就是 其实父权 那个 父权结构 基本上是将所有东西 分成阳光 和阴柔 就是Musculine 和Feminine 所以其实所谓的科学知识 其实都是被人分为 较为阳光的那种知识系统 你有没有发觉 如果本地有结出的女科学家 多些机会 你会觉得她是man 是啊 而且就算你可以看回 那些说领导人 其实 所以说什么叫做 那我刚才说回 就所谓阳光 其实我们可以想到 有很多 我们人类的 优秀的结出的特质 我们觉得是正面的人类特质 例如坚强 勇敢 理性 有领导能力 这些结出的人类特质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都会不其然觉得 它是一些比较阳光 或者比较属于男性的 一些优良特质来的 而女性 就是说起一些比较阴柔 女性化的特质 就可能是比较情绪化 细心 但是这些 在我们的观感上 已经是一些比较细的一些特质 这个不是正在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现在 我们又不是说 说女性 你像男性一点 你就型一点 你像女性一点 你就差一点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要回去 是个知识系统 是整个社会的制度 都全部是忽略了那些阴柔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自己穿什么衣服 或者露不露背 不是那些 或者说话有没有粗口 已经不是那些 是我们的制度 和我们的系统 但是我刚才就是想说 就是说 那个科学法 其实就是因为它 它将那些优秀人类特质 或者其实科学呢 它那整套研究方法 或者它的定位 都是一个比较阳光的一个知识系统 那它那些就可以客观分析化 那其实就正正符合了 那个扶权系统里面 它们对于 就是什么叫做知识的那种要求 就是可能文学啊 或者是人民科学啊 那些就是比较 虚无不能够量化那些知识呢 它们就会觉得是比较适等啊 甚至你刚才 Fira 你都说到 就是那个大学计排名的时候呢 是 其实是好像九成的分数 都是科学的论文 所以其实到最后 听一些社会科学的那些 那些国家 其实呢 我们多厉害出文 都不会影响到排名 所以那些资金会 就会很多去科研那里 其他那些资金会 那些资金会 因为你对排名 不是很大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的教育 只是追求排名 本身这件事已经很有问题吗 所以我们只是珍惜一些 可以帮到我们排名 爬上去的知识 那些帮不到我们爬上去 帮助了我们可以 啟发心灵啊 帮助我们成为好一点的人 帮助我们建立一个 平等一点的社会 那些知识 是永远不会得到高的分的 因为那些是不会被人计分的 不计分 就算呢 我会是用那个方法去 尽量用一些 符合大家的方法 去做出来的知识 做出来的知识 就算我的分数其实是很高的 譬如RAE 我是非常之高分的 是不是要这样说 但是 但是没有用的 明不明啊 就算我真正在客观来说 我是得到很高的分 我在社会的地位 在我们部门的地位 我永远都会是边缘的 那为什麽会是这样呢 那为什麽会是这样呢 当然我样衰或者我人 有问题 性格有缺陷 但是不只是我一个嘛 是你们每一个人嘛 就算他是科学家 都是这样 不是文学家会受到 文学家都一早放弃了自己 文学家已经要放弃了 也都不只是我们做 Qualitative Study的人 是觉得受边缘 是科学家 某一种的科学家 永远都不会出口 我记得有研究说过 如果你是一个女性的科学研究员 你去申请一些资料 你得到 即是同一样资历 你得到那个research funding的机会率 是比较低 以及你得到那个实际的金额 也是比较低的 是有这样的数据 还有有些文学 写出来说 如果你女性的研究员 和人call offer 你会比较容易 被人问是否你自己做的 但是你男性就不会 没有事的 都有一些这样的文学 但是刚才你讲到系统的问题 大学的系统 其实就是 如果你花点时间 关心学生全部都是不计分的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minimum 不要被人投诉 那你就所有的时间 丢出出论文 其实这个所谓 关心人是一个 叫做比较feminine的元素 所以其实这些全部都不计分 你看看 甚至是被人说 他是过分关心学生 没错 好像现在的校长 11个校长出来 去说 你应该不要去元朗 不要参加这些光复元朗行动 这个就是他们心目中的duty of care 他们关心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种这么冷血 就是一种endorse暴力 endorse官商 向黑的一种想法 但大家觉得 校长很关心你 但是我们 女性主义 今次一定要说 我们关心你 是真的看 为什么你会想这样做 当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想表达的是 什么诉求 什么愿望 而为什么当这些愿望 这些诉求得不到的时候 你会用现在的方法呢 我们是会这样去分析的 我们不会一出来就是说 暴力就要谴责 什么暴力 什么人的暴力就要谴责 我们不会这样的嘛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这个 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系统有问题 这帮拥护 这种知识系统的 这帮的男性 其实他们很有问题 这个好像说了一点点 但其实有个问题 你刚才说有一些特质很阳光 有些很feminine 但其实这个是你的label力 你把勇气label回到女生里 你弄回100套动漫 就是女主角很有勇气 是的 那这个label不是一个阳光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你一路label了下去 你就是一路自贬了 是的 那个问题 那当然我不是自贬 但是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文化 一直以来建构 可能我见到大部分的 你穿死大部分的superhero 都是男性来的 就算厉害到wonder woman 她at some point 都是要被人拯救的 那林郑 现在都死得了 她都要找人救 她虽然好像想扮一个superhero 但事实上已经是 完全是死得了 但是我们看到 我觉得你说起林郑的时候 当然很有趣 就是 一就是对应香港的处境 就是说 有些人就说 那女性都做了首长 那其实香港的性别都很平等 那第二样 但是第二样东西呢 有人会说 就是女性做首长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 我们就要看到 特别是在游行 示威里面有很多人 就直接是非常之不满意 林郑的施政 就会说她是 最毒妇人心 或者是女人做首长 就搞到香港大乱 果然是女人不能够升任 这个首长的职位 但是我们当然一方面 就不认同这件事 在这件事上面 我觉得她的性别身份 和她的施政能力 和她的施政的取向 其实跟她的性别无关 因为反过来 如果男人做 如果不是男人都不会搞成这样 是没有人会说这句 是没有人会说这句 你说梁振英 大家就会说 梁振英是一个很坏的人 就不会说 男人就搞成这样 但是女性依然 就会整理 所有女人都是这么坏的 是的 到2019年 都是被认为不适合施政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看回 我们周边的例子 就是可能台湾 蔡英文去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就被孤振虎 说了一句 穿裙的就不适合做三军司令 或者希拉丽去选总统的时候 就会说 如果M到的时候 激动了 就是禁了核弹制的 那么世界灭亡 仍然会有人 依然觉得女性是不适合施政 等等 M到会激动 情绪有大喜乐 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就是了 科学家 科学家跳出来就说 这个是错的 但最重要 都不是因为我们的特首 是男是女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特首是怎么选出来 我们的特首是一个 1200人的选举团 是一个保皇党的选举团 用777票选出来的 所以那些人就说 你如果打不到999 你现在可以打777 因为这个777 是真是一个非常之差的 一个数字 记不记得校长呢 在一个forum里面就说 他说都不知道 我们香港的大学的学生 禁要追求民主 他说 美国都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记不记得有这样的笑话 但是大家就说 其实有很多的制度里面 可能都未能够做到 真是一人一票 那一票的票值是人人相等 但是香港的情况 是真的差得很紧要 我们又是了 Feminist 就会说 为什么你不看制度呢 你首先就只是说一个人 就是说他的性别 和这个人做得好不好 而忽略了制度 好 我们这一节就说了一些 在制度上 女性可能会面对的问题 也都见到很多女性都会被骂 下一节回来继续谈 回来最后一节的 五个港场学人串舍科 我们继续谈我们的自由女 刚刚我完结的时候 就说我很多女人被骂 其实我又会觉得 自己会不会说错话呢 因为很多女人被骂的时候 很多男人都是被骂的 如果你说到很多女人被骂的时候 就好像真的被骂了自己 就是说我女性是一个弱者 首先我就不想以一个弱者的姿态 生存在一个社会里面 就是被人觉得好像想人怜悯 想拿着好处 于是就尽量都不这样说 所以就会在女性的身份上 有时要比较退缩就不特地说 但好像是何诗盈是相反的看法 有时真的我觉得没得退缩 就好像你们 记不记得 那些警察 追那帮抗争者进去PP 然后就是大声地用粗言畏语 去骂那些抗争者 有男有女的 当时大家就听到 不知道是她说猪 還是自由 经过很多人研究之后 就发觉是真是自由 但是如果当一个女性 我们很害怕被人用 abusive language来骂的 其实很害怕被人羞辱的 但是如果我们再害怕被人羞辱 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个 victim 的位置 所以我很欣赏后来大家的反应 就是你骂我吗?好啊 我就是颠覆你骂我的方法 創造一个新的字 創造一个新的字 和創造一个新的T恤 創造一个新的运动 在这个运动里面 我们就不是怕被人骂的 当我们不再怕被人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精神去做 另一种抗争的活动 是争取我们在职场 在社会 对于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要走出来 不可以整天都是因为 你是怕别人说你拿着数 用一个 victim 的角色来拿着数 你就不出声 你整天是这个论点的 我是整天都很想跟你说 我们要去解释 因为在专业里面 如果你很表现自己的性别 你就会被人觉得 你为什么要专专要强调你的性别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我想科学家或者在各个行业 或者corporation 都会是这样的 但是令到你们不讲自己的性别 不讲自己的痛苦 不敢将自己经历的东西说出来 这个才是父权对我们最大的控制 当有一天你不怕 你骂我吗 我骂回来 当有一天你不怕 我粗口 你说粗口吗 我都可以用粗口骂回来 而我们不会 就是feminist 或者social scientist 他不会说 一讲粗口就是坏人 一讲粗口就是需要女人 是应该说用什么方法去说 怎样说法 和为什么他要说 这些都是我们会很紧张 在我们的knowledge production里面 我们是会有这些contextual的考虑 那才是一种 我们真是知识分子应该要走的路 而不是随便就说暴力就是坏 什么都不说 女性就是不应该说粗口 所以你明明有个好的字 你不敢说 但是有些场合 你是需要说粗口的 你不觉得很多时候 你都很想说粗口吗 另外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一个运动里面 有特别是色盈或者是Afera 你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人就会觉得 你强调你的性别身份 你是不是想出来 争取一个特别的位置 就是想别人特别优待你 就是好像某一些 可能甚至是一些女性的抗争者 都会说 那个新闻不停地 就是想重点一个女性的抗争者被人打 一就是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女性是一个弱者 第二就是 是不是女人就不能打 但是男性的抗争者就可以打 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并不是一个这样的案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运动里面有很多时候 那个抗争者的形象 一就是可能是偏向阳光气的形象 所以今次 近这几个星期的运动里面 有很多女性抗争者的身形 大家是特别出了个post 就是说今次有很多女人 不是 我很想知道的 你是不是这样想 就是你会觉得 譬如我们说 立场姐姐被人打 或者是孕妇被人打 或者是女性抗争者被人 被人拉在地上 这些如果我们说出来 我们是拿着好处 大家是不是这样想 催淚弹射老人圆 是的 弱者弱虑伤残 是的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 那个心 你作为一个人 一个香港市民 你的心是能够明白 老弱伤残所经历的困苦 其实你是不会对于 男性所受的暴力 你是当没什么发生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 他这样说 是令到你连说 都不敢说 令到你就是这样 扯了你自己的痛苦 但是我觉得我们 女性需要做的就是 首先我们 说我们的痛苦 有什么这么欲酸 你是激 你是大肚 你是M到 你是被人用粗口扭 你是睡不着 你是想死 你想死 为什么你不可以说出来呢 反而我觉得社会 容许我们说 我们的痛苦出来 正视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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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女性会得到益 其实是全部人 他们的感受 都应该得到正视 一个同情 懂得同情人的人 他不会是一个 对男性的痛苦 是特别harsh 特别mean的 我不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的部分 不是女性的角色 是一个女性的method 一个女性交流的方法 是的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method 另外一样 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男性 就是父权这个文化 其实对男性 都有很大的压迫 例如我们之前 可以看到一个男性的示威者 他就被人攻击他的下体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回 整个男性的一个 就是父权的文化 一直以来教育男性 就是你不可以哭 你不可以表现出你是软弱 甚至你是不会受伤的 就是你受伤的时候 你都很有阳光气 就是这样吞了他 后来导致可能会有很多 男性会有很多 特别是男性的抗争者 可能他们没有一个渠道 去宣泄他们 心里面的抗争 所以现在不是说情感政治 情感政治 不只是说 我们就要用情感 用你的愤怒 来mobilize 你 不是单是这样 是说其实我们整个运动 是需要去关心 每一个人的感受 还有一个空间 一个平台 让大家说出大家心里面的痛苦 我们对不公平有什么感受 当我们所有人 都能够去 有这样的机会 去正视自己的感受 和正视对方的感受 和关心对方的感受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 Politics of Emotion 不只是好像那些人 以为那种 populous 那种的 中文是populous 是 民粹 不是一种民粹的 mobilization 而是真正去明白 我们作为一个人 生意为人 我们的感受 和我们应该得到的尊重 有什么需要 和如何解决这些需要 是的 就算我们可以说 抗争不同的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抗神 抗争女 虽然她是一个男性 但她用的方法 其实是很feminist 她是正视人的感受 还有可能当大家想将那些抗争者 将她reduce 作为一个数字的时候 她就看回每一个人 她address 每一个人的需要 和其实她 和她整体的生活 原来她除了在一个抗争场合里面 其实她有自己的人生 她有自己的fear 她有自己 喜欢的东西 而她重视她每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她才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而那个所谓男性的处事方式 我会用阳光 阳光的处事方式 就算在社会运动 或者整个社会 都是离慢着这种气氛的 就是我们不敢去说 自己内心的恐惧和黑暗 所以大家都是说自己有多威衰 而不是大家都说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一个 这样的极权的社会 我们面对生活里面 那么多的制度 给我们的压迫 其实也是review了我们内心的黑暗 就是有权力的人 就会放肆这样用的权力 亦都是缺乏那种对于人的关怀 或者是权力的反思 我们不只是看到那个极权的人 他的权力和他的黑暗 相反 我们其实都会看回自己的阳阳 和自己的黑暗 所以才会令到社会搞成这样 所以现在都会有些人出来 我现在承认我过去 怎样看和理非 我现在需要有一个confession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很少看到男性 会出来认 我是有做错 我没有见到我们的管理 是从来有出来说 我的政策是有问题 我是没有见过领导人 从来出来说 我这次处理的方法是有问题 而我是愿意去改 我是愿意听你们的想法 我没有见过这些 我觉得这种 如果作为一个feminist 我们就会发觉 这个就是整个制度 整个文化的问题 那些forum是要说一人少一句 那些forum不是去承认 不是去说我们 如何一起去处理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制度的不公平 我想Karen 分享一下 他受这个 我不知道 有人很关心你 还是说回大学 很关心你 那件事是怎样的呢 疑似MeToo事件 是 正直 早两年 最热烈的时候 那么巧呢 连我们学院 都有一些比较casual的 喝下东西 吃下东西的场合 就是一位男同事 首先我们真的 只有很少女同事 总之就有个男同事 不太熟 应该是可能在走廊 或者学校 遇过面两次 打个招呼那些 他就笑容容 走过来就问 Karen 什么时候 爆单MeToo 来一起分享一下 在面书 就是这样 我不熟悉他 那你觉得怎样 那我便立刻指着 他说你这么可心 我便没有说很受伤害 因为我不是真的 发生了什么事 但原来 我又会觉得 你不要以为 读得多 就会自然懂得尊重女性 很多这些东西 去到副教授级 我都试过 港师也有很多单 我不讲ranking 港座教授和港座教授都会这样 嗯 港座教授都会 是会的 校长都会这样 谁都会这样 是的 我们刚才看Karen 那个例子 Karen自己本身是没有很生气的 但是她说给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生气 那为什么我们非常生气 这个是性骚扰 是的 一个就是性骚扰 第二就是 原来那位男性 是觉得女性受到性骚扰是非常普遍 而且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第二 她说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爆单 MeToo来听听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 她将女性受到性骚扰 这件事当然是trivialize 但是更加把她当作一个茶余饭后 吃花生的一个题目 大家说出来 有些很juicy的花生料可以听一下 这样更加是将自己那种茶余饭后的 娱乐就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港女是一定要走出来 每一个香港的女性 都不可以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 我们应该是投诉她的 虽然你觉得没有受伤害 但是如果有另一个人 在你的环境 她可能是受了伤害 或者她真的有一宗MeToo 因为你没有 你要让她知道 你不可以再做 她其实应该不知道 如果她这么casual 她完全不知道 如果她要投诉 她可以怎么做 在一个大学设计 你说没有用的 那个投诉 这个评机会 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评机会就摆明是 林郑被人骂死八婆 她就会出来说 我们被人说吃豆腐 她不会理睬的 还有我们被人说 什么自由 她是不会出来说的 所以评机会的主席 她是林郑的评机会主席 不是我们香港人的评机会主席 所以林郑是败死的 是不是这样说 林郑经常被人说她是败死的 我觉得每一个女性 都应该受到尊重 你不可以的 不是败死 你先不是败死 林郑都不是被人骂是败死 不是这样 或者她败死不是因为她是女性 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 就算评机会是没用 我也经常去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 每一个人能够做的事 我们都要做 好,今天的讨论非常刺激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